连王 连王 你这大半天又好到哪里去了 刚才你在开会 这回我没敢打扰你了 这个周明雅来电话了 然后呢一直在哭 急得不行 非让我出去 我就安抚了他一下 田旺 你都已经学会 拿走别人的案子了 我没拿您案子呀 我没时间接他电话 不等于我不接他的案子呀 这更不是你拿走 别人案子的理由 上回在门口你跟我说的 让他找别人爸妈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开会 你搞不清这状况吗 怎么 怎么了 关主任 没什么 我的伪客人来电话 廖旺接了 他就自己把那个 伪托人电话要过去 又去见面什么的 然后 我没有 这个案子就 不不不 这个肯定是不合规矩啊 到底什么案子 九零号小梁考离婚的案子 不过我没有抢你案子 温雅 不是从几年前 你就专注经济案 不接离婚案了吗 对呀 所以我就让廖旺接下来吗 反正今年这一年啊 你会很忙很忙很忙 那些小小不严的案子 索性就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是的 是的 这帮孩子们呢 这个案子也不容易 可是呢 他们又需要锻炼 你说得对 那个小廖 廖旺 既然关准是发话了 那这个案子 反正我也忙不完 你就好好表现吧 谢谢陈律师 不用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该你表现的机会 你可得好好发挥 加油 继续努力啊 陈律师 廖律师 您快递 您今天快递是一头熊 还有一张卡 这行送给你了 你要是不喜欢呢 可以把它撕了 也可以把头拧下来 还有啊 上面的毛毛 一个一个给我的拔掉 再不喜欢就扔掉吧 你说你没开车 让我送你过来 其实是想把我带过来 那什么能叫骗呢 应该叫请 人家特地说了 让我把您请过来 他在楼上等您 我不去 我不想见他 他说今天见面 不是为了要谈你俩的事 是为了聊阿姨的事 我吗 嗯 不是为了吗 不是为了 我 不是为了 我 不是为了 我 不是为了 好 到了 到了 就这儿啊 你怎么那么可爱 想我呀 来了 坐吧 等等啊 什么 来都来了不是 饭点 我都饿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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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我去找你 没问题 来 亲一个 不认识是吧 来来来 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牛总监 牛志玲老师 您前妻 李总 我们李总 李恒吉老师 您前夫 好久不见啊 幸会 幸会 边吃边聊 边吃边聊 好久不见啊 牛总监 好久不见啊 别阴阳怪气了 又有艳照了 今天特意把我叫过来 给你鉴定一下 慢慢吃 放心吧 牛总监不会跟你抢吃的 李同志 你到底找过什么事啊 快说 我帮了你的忙 你还是个态度 这不对啊 杨光 麻烦找个你们领导 说话不难 说好不易 咱们还是得好好说话 说话不难 说好不易 我们一定要好 闭嘴 吃你的饭 报告完美 把那肉丢 我妈到底找你什么事 说 牛志玲 你妈妈一个人住 你都不问不问她 用你管 也是 不赖你 你妈有什么事 直接打给我 从来不找你 你快说吧 我妈找你什么事 水管维修 材料 劳务费 八百块钱 就替我妈修了个水管 就非要把我骗过来 你直接跟我说 然后我手机打给你不就完了 还有李恒基 我警告你 以后啊 别烦我妈 那你妈打给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说 你老人家别打给我了 我被你女儿离婚了 我现在就给你了 转给我 那不行 我付的是现金啊 你得给我现金 多少 八百 拿三百块钱 我跟她吃饭同来不带这个 以前不用带 以后也不用带 就住了 狼啊 修个水管怎么这么贵啊 你妈家楼下的五金店 物业也在 你可以去核实一下 欠你三百 那你可得赶紧回 预期我收利息 我刚刚收到 你妈寄给我的 什么红枣银耳 你赶紧找人拿一下 转告你妈 以后不用再给我寄了 那女人吃的东西 我拿她们干吗 再说了 我怎么跟我妈说 说 你现在没儿媳妇了 我离婚了 说不了啊 你自己说下 你们俩慢慢演啊 我吃饱了 我回去睡觉了 你别走啊 算了 我的事也说完了 我送你 小红金 你把我叫来的 你买单 买过了 怎么 你要加菜吗 我只稀罕吃你了 我只稀罕吃你了 你领导都走了 你都不用送了 你说好好的一对夫妻 怎么会说离就离了呢 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不是说你俩 说那对小夫妻 他们俩怎么说离就离了 两个子闹离婚 肯定是性格不合 感情破裂啊 感情破裂只是结果 并不是离婚的原因 而性格不合 通常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咱们俩能不能不聊这些 这几天我得请四十一度的饭碗吃饭 你做陪啊 你们姐姐们在一起喝花酒 干吗找我做陪啊 不应该找赵丽那样的小鲜肉吗 我这么做 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你提升热度吗 我让方矮给你安排一次专访 我听说你现在人气蹭蹭蹭往下掉啊 登一次四十一度的杂志 让你的形象时尚一点 还有那个方矮不是帮你那个表妹 进了罗修的工作室吗 这个人情你不用一筹啊 是是是 应该的 对了 那个小两口的离婚案 你预备怎么做呀 对了 静静啊 你现在可是开始上班了 你这个工作在外面东奔西跑的 一个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知道吗 知道了 你瞅出你的马里 有猫吃的多少 我早上上班的时候吃过了 我可饱了 就一个破照相的拎包 那叫上什么班呢叫 人家那是摄影师 再说了 那个包是普通的包嘛 那是神摄影的包 艺术的包 随便一个都比我贵点 你瞅瞅的疯丫头 是不是跟他那个不着调的爹 一模一样 来来来 妈 这汤啊我炖了一下午了 您尝尝 好嘞 我妈你就让我姥姥说呗 她高兴 行 姥姥 我爸妈这都离婚多少年了呀 全靠您 您就是咱们家大功臣 您是咱们家那奢太君呀 就是托您的福 我跟我妈妈才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 我倒是想让你们过好日子啊 你没看人就都打上门了嘛 让咱过好日子嘛 妈 你说你房子的事情你不早跟我哥说 你非等到人家拿律师看过来 我哪知道 他会直接找律师跟咱们打官司呀 他就算不看你姥姥不看我 也得看你哥的面子呀 姥姥 妈 我现在有工作了 我有工资了呀 租得起房子 咱们可以搬出去住 说什么呢 你往哪儿搬 我实话跟你说 这房子是你舅的 你舅舅走了 就是你哥的 你哥要不回来 这房子就是你们你儿俩的窝 我还没死呢 谁还能把这房子弄走 我都不信了 这房子能落到外人手里 喂 现在啊 行 我马上过来 老爸妈 你慢吃啊 我先走 不是 你把饭先吃了再走啊 吃饱了 吃饱了 你这孩子 这 饭还没吃两口呢 别喊了 你还不知道你女儿是二百五啊 回来吃饭